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到我们赶场 我们今天是要来看 应该就是我那台车吧 应该就是你那台吧 对 谢谢 就这一台嘛 对就这一台 其实我4月中的时候APP已经有秀出车身号码了 对车身号码 对我4月中的时候APP突然有一天就跳出车身号码来 然后就说有车子 我们有选配的东西我有忘了 你还记得吗 有有有有 那就交给你了 其实基本上我们外观上来看就是我们有选全景玻璃的车顶 对 然后有两支车顶架 我们的钢筋烤鞋的车顶 也是选配的 然后我们有选配滑盖式的电动充电 对就是滑盖它会自己充电这样 喔 哇两边都可以充吗 对两边都能 delayed teachers 那你知道嗎 為什麼現在還知道 兩邊都有慢充快充只有這一面 對對對 所以就這樣去刷它 對對對 一邊開另外一邊就會鎖住這樣 它偵測到鑰匙在附近它自己彈起來 對它會自己彈起來 常用慣用的就像環景攝影機 環景攝影機我是有選的 盲點偵測這樣 這也是選的嗎 對這也是選配的 我自己都忘了 那你有記得有什麼嗎 那種金屬的飾板 金屬的飾板 有銀色的飾板 BOSE音響 BOSE的音響 對沒有錯的沒有錯 還有 然後還有頭枕的LOGO ACC的跟車系統也有選配 跟車系統 然後還有重要像台頭顯示器 對還有跑車計時套件 計時套件 對比較熱血的 中間也是金色的計時套件 對 五人座也是選配的 對 那時候邱傑四人座還是五人座 好五人座 可是你看喔 阿丹你現在看 它雖然是五人座 可是你看它的 座椅的凹陷 還是四人標準 要沒有 但至少可以做 至少 好啦 我們高興就好 對我們是電動後尾門對不對 對電動後尾門 沒有錯 像它就是這個 喔它是按這裡 對 很深的 對 空間上應該足夠使用 好那你要不要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四月中就收到了那個APU 就是為什麼我們等到了七月中 測試才可以看 喔 主要就是 公司有官方的說法 其實有官方的說法 有官方的說法 有實際的說法 有實際的說法嗎 應該實際上就這麼做 實際上就跟著公司的指令做 對的 主要就是電池的通告需要做整備 那原廠就是要 登記說它已經夠安全了 包括說擠壓的一些測試啊 就是壓力的測試都通過之後 然後才能夠讓每個客戶能夠安心的去理解 是台灣這邊的認證的問題嗎 全世界都有 它是證明說全球性的召回這樣 喔 所以是在交車前先把這個原本應該要召回的東西先 先把它做好 對 這個會有安全上的影響 它是軟體的部分還是硬體的部分 應該軟硬體件都有 軟硬體件都有 都需要做更新 因為我之前有很多網友都傳給我什麼什麼 加熱器什麼我也看不太懂 對對對 加熱器是另外一個通告 又是另外一個通告 對又是另外一個通告 所以其實電動物車來說 因為它鄰近很多 那其實安全性也是原廠比較在意的東西 一定要能夠完全符合原廠規範之後 再讓客人去做領排轎車的動作 我看有很多人啊 他沒有在原廠選輪框 換輪框到底會不會影響表現 這個是方便說的嗎 方便說的 對官方說法 這樣基本上是不允許這件事情做的 因為其實你們換座的旅圈 其實沒有受到原廠的認證 對 那所以你換個旅圈 它是否是鍛造的 還是怎麼樣的一個懸壓鑄造 不管是什麼樣的模組的方式 對 其實不一定能夠達到原廠的 硬底鍵的規範 對 如果是因為這樣關係 懸吊支撐性 煞車 不夠協調 對 其實有時候是很危險 很危險的事情 建議不要這麼做 對對 但是我相信應該蠻多人是這樣 對蠻多常識客戶 然後幾乎都是後來都自己用 都是這樣做 所以我一直很care的是這個保固的問題 我當然知道沒出事都沒出事 對啊 出了事之後當然 多了一個 可以讓原廠說 那你因為你換 是因為你換 是是是是是是 建議不要更換啦 我覺得就是安全上的疑慮 我覺得沒有辦法達到原廠的標準 你也只能得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好不好 換你希望他得到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們做了充電樁對不對 對 你們有做了快充的充電樁 對 原廠的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的充電窗 充電槍本人 還沒有經過台灣的台電認證 對 所以目前是兩種補償方案 對 它要嘛就提供 就是reloba充電器 對 11千瓦充電器 對 就是差家用電 所以如果說你們公司有安裝 那是不是你要安裝一個在住家裡面 那或者第二個方案是 第二個方案是 它提供延長一年 一千度電的充電 就送的 你們這邊送的 送的 對 就看你覺得哪一個 你覺得比較合算這樣 你說那個reloba 也是這個東西 也是這個東西 只是長得不一樣 是不同拍子的 那應該可以啦 台電認證通過之後 會給你們做更換這樣 會更換 還是會補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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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來了啦 坐一下 我的車 它連這個都金的耶 酷喔 好小喔 好小喔 好小 近難看 對 立造杯而已 然後這個也都金的 你想像總是多難看 你想像總是多難看 對啊 偏門也會金 還有這個杯架的框也是金色的 欸 可是它這全部都黑的耶 好廉價感 可惡 它這怎麼開啊 來 好這樣 喔 幹 很難拿耶 那時候不給我選這個 對啊 100萬的車 你不要動 欸 我真的覺得啊 大家買一台車等這麼久 我本來講熱情不小心 對 就是本來是從很雀躍 期待 然後這樣定啊 然後很開心等待 等待到最後 嗯 你又看別的車 新車也一直出 有沒有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一兩百萬壓在那邊 欸 壓了一年了吧 什麼都沒有 那個錢拿耶 那時候買台積電現在都多少錢 對不對 你去查一下去年七月台積電多少錢 我們假設一百五十萬 一百八十萬 我們如果是去年的七月買台積電一百八十萬 到現在 台積電現在是五百八十五百九左右 我們算一下可以賺多少錢 好 第一個就是錢的問題 等待 然後第二個就是 熱情會有小腿 那你們看其他的 新的馬子是出發的 他們一直熟著這個馬子 真的是 還沒來的馬子 然後結果這個馬子來 已經變舊馬子 你還覺得這是新車嗎 沒有新車感 而且其實過程中 我看了很多 牛啊 不行 沒有辦法我可以買牛買馬 買個法拉利四四五八 四五八 差不多這個錢而已 牛也買得到 對不對 我才超派 結果 等到現在 新鮮感都沒有 脖子幫忙好吸喔 我剛剛握完吸 就比新鮮還吸 好啦 反正 聽就定了 所以其實中間我吃 沒有一直催他 一直催他 我就想說 來 來 來 好啦 最後我們就欠個東西吧 下次等交測 沒有吸引門喔 沒有吸引門 後面沒有 後面有比較黑嗎 它後面沒有比較黑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就單純隔音隔熱玻璃 所以我們這個是雙層玻璃 對我選雙層 對雙層玻璃 隔音隔熱雙層玻璃 有沒有看到沒有 沒有人在選雙層 對 只有在選 隔壞掉 隔音效果也很好 真的有差嗎 有差有差差很多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好啦 那我再跟曹偉請教一下 那我們這個 我之後如果交車啊 那它到那個 每一個展間充電都不用選的嗎 快充 對 目前的快充的話 因為我們是 2023年1月1號以前訂單 其實我們在1月1號之後 訂單有個分水嶺 嗯 所以我們在今年年初的 分水嶺之後的訂單 是兩年只縱剩3000度電而已 那我們一二三年1月之前訂的 對 兩年6000度電 6000 差一倍 對 差一倍了 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我們只要是 全省的保時捷原廠 對 都一定會有快充 全省保時捷原廠一定有快充 那外圍部件的話 目前就是以比較有大的空地 那保姊姊陸續在針見當中 好 出擊的裝 對 比較有名的 像中部就是利寶樂園 嘉義走的話像水牛公園 像屏東的豐港 那邊也有一個非常大片的空地 才能夠布建很多的充電站這樣 那東部的話當然就是以這個 貨櫃屋的這個星巴克那邊 也是很有名的 就會採一個比較大的景點這樣 因為我聽說 有時候為了架很多隻的快充 還要旁邊還有一個變電站 變電站 然後像包括冷卻系統也都需要做增建的 對 原廠的規劃 我那時候店裡面裝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一個快充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 我們買那個變電箱就要買十幾萬 就你們的變電箱也要十幾萬 我們就一個箱子 我們還不是變電站喔 我們只是為了一支槍 一支槍 然後申請了一支電 一條電 台電申請來架好之後 再拉出來變電箱 花了好幾十萬 不知道創啥小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資料 這個好像大概是11千瓦左右吧 這個其實是9.6千瓦小時 在原廠的充電站的紀錄是9.6 是9.6 那剛剛我簽的那個 你說那叫什麼牌子 Chinova Chinova我看它寫11 Chinova提供的是11千瓦小時 地帶的那個是高一點點 11千瓦 你們就先用這個 所以我們店裡裝的是30 所以這個其實也叫慢充 慢充 就AC慢充 對 AC的慢充 我們那是DC的快充的最入門版本 30千瓦算是最小 就要花那麼多錢 你要再往上100 200 那很可怕 是啊我們外面都270千瓦的 對那很可怕 我們那集有講 還要看我們的車子 吃不吃這麼快 不是說你270進來它全部都收 對對對 還要看你車子的那個電池 跟它的軟體 有沒有在收這些東西 對對對 啊待會我再來也要遇到這個充電的問題 以後我出門我都要先開APP 對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去哪裡 好啦而且接下來我還在考慮說 我到底要去貼膜還是要去貼犀牛皮 阿待你會支持哪一種 對跟你一樣色膜 色膜 站在你的角度啊 你覺得開 改色的膜跟貼犀牛皮 你覺得 你自己會比較請教於哪一種 我個人其實還是看這台車的用途 那其實我正常我個人使用的話 當然就是以高速公路 那偶爾上山跟大家稍微去開一下 對 我可能還是會以貼犀牛皮為主 對啊 改色膜就是可能純粹對顏色 顏色上的我一定要有做改變 我有這個喜好上的決定 我才會 如果你覺得這個顏色太普通了 你想要特別一點 對 所以要看每個人的方向不一樣 我很怕犀牛皮 因為我家那個樹會有那個樹脂 我很怕犀牛皮跟樹脂很容易 我就掛了 我那張皮就掛了 所以這個到時候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是比較偏向犀牛皮 好啦 謝謝曹瑋啦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是等這個 就交車了嘛 好啦 下次見啦 掰掰 謝謝 阿可以來找他啊 買車來找他 說現在車可以不用等那麼久 對 我們在苦煮已經 已經都熬過來了 對 我們熬過來了 接下來的就不會是苦煮 會比較快 好不好 掰掰 欸 幹 我覺得好感嘆 你有沒有覺得這一次看的那個 跟上次的興奮感完全都不一樣 上次比較新騎啦 對啊 這次就很好 欸 我今天看到那個車 我快無感了欸 我是不是更年騎了 性無能 完蛋了 還是口味越來越重 就是看他放在那邊就覺得 好像就這樣 怎麼辦 我們要做一些什麼 刺激一下我們的人證 你本來興致婆婆 對不對 結果你還是說你等我去吃個宵夜 然後我打個電動再回來找你 我就忍掉了 我睡覺好了 類似那種感覺 這整個那個 我覺得整個興奮感 已經完全都不見了 跟大家分享那個心路歷程 過程是這樣 那以後就等交車 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今天呢 趕場的兩場 洗衣美完直接衝來寶石節 那都預計應該這一個禮拜 應該就可以交車了 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我們影片 花這麼多錢 買了這些東西 回來跟大家分享開箱 記得要訂閱 分享我們的影片 如果有空的話 多看幾遍也沒有關係 好不好 現在下雨天就跟我心情一樣 下次見 怎麼這樣 這樣檢查 你都不檢查 什麼 你看啊 那什麼 拿到喔 你有拍到嗎 看貼紙啊 嚇死我了 欸 媽 真的 不是我剛剛 我也是剛剛摸到的 哈哈哈哈 跟你講啦 很多人什麼交車要帶漆摩椅 啊我們交車要帶漆摩椅啊 我們有哪些板件是鋁合金的啊 我們基本上就是前後車廂跟四個車門 鋁合金的 對 鋁合金也打不出來啊 我剛剛有問他啊 因為我上次在這邊 我們來訂車遇到百翔會來充電嘛 對不對 我聽說坤達好像也買了一台 不是聽他們說的啦 之前好像 看到新聞有啊 對 新聞報 他說坤達會不會也會去充電 所以 我雖然店裡面有充電裝 不然我下次我就 故意來他們這邊充 看可不可以有機會 遇到坤達還是百翔 對不對 可以聊一下八卦啊 之類 呵呵 等一下你笑是怎樣 沒有沒事 對啊聊一下嘛 充電就是聊天喝咖啡啊 對不對 偶爾也是要回來保時捷 坐一坐啊 然後看一下展間的 沒啊 有吧 你看有沒有偷看 有吧 有啦 有看到覺得不錯的嗎 有啊有一個短頭髮 妹妹頭的 我就知道 你看到那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